学佛就是追求智慧 追求智慧 佛教他不崇拜 不崇拜鬼神 不崇拜任何的鬼神 崇拜什么呢 崇拜智慧 崇拜智慧 不追求任何的鬼和神的力量 佛教从来不认为 用鬼神的力量解决什么问题 佛教从来都不认为 鬼神的力量解决什么问题 要解决问题的话 那就是需要有智慧才能够解决 为什么这个世界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物质 玉霉创造出来的东西 创造了以后 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是我创造的 这叫做玉霉 这叫做物质 用佛教的话来讲 这叫做无明 不明白 不明白 佛教里面经常具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吐死的这个餐 这个虫 那么他吐很长很长很长的这个死仙 那吐了以后呢 最终这个死仙就把自己在这个死仙里面 困在这个死仙里面最后就会死掉的 他这个脱离不了 走不出去 但是这个死是他自己突出来的 他自己突出来的死 舒服自己 最后会死掉 用佛教用这个这个这个比喻像说明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个世界 以这个世界 舒服我们 然后我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太多的烦恼 太多的烦恼 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自己创造的 最终 就是我们每一次 每一次 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走的时候呢 我们一无所有啊 我们所学到的知识 我们所积累的财富 全部都要归零啊 归零 从零啊 我们来的时候就是零 零开始的 嗯 然后呢 零开始了以后呢 最后我们走的时候 还要归零啊 然后零啊 归零了以后呢 两手空空啊 我们什么都带不走 又取另外一个世界 然后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中 我们同样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 啊 这样子的轮回 呃 有什么样的意义 有什么意义呢 那我们就在一个这样子的愚美的世界里面呢 就是追求一个啊 就是所谓的幸福快乐啊 幸福和快乐 但是我们不懂得啊 看啊 大的方向啊 大的方向 嗯 我们就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 世界里面啊 就去寻找啊 这个这个啊 幸福和快乐啊 这样子嗯 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是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 那这样子一下子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 解决了 我们就是有了这样子的知会 嗯 恍然大悟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在禅宗啊 禅宗里面就叫做明心渐行啊 明心渐性 嗯 然后藏传佛教啊 里面就叫做啊 正悟大圆满啊 大圆满 大熟音 真悟了 嗯 真悟了就是彻底的明白了啊 这个世界的真相 也就是说 我眼前的这个欢心的啊 活光 我彻底的明白了 它不是一个活光 它就是一个点啊 就这样子的意思 嗯 这叫做真悟啊 然后真悟了以后呢 我们所获得的这个世界观啊 叫做圣以地啊 这个才是真正的这个真实的世界观